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著途怪奇师审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这一讲我们讲第五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 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那就是无保留意见以外的三种特殊的审计报告 我们真正考审计报告类型的判断 就是出在第五节 几乎每年必考一个简答题六分左右 一定要掌握住基本原理 我们先看标题 非无保留意见的概念 先看块一概述 啥叫非无保留意见 就是排除法 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就叫非无保留意见 包括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三种特殊的意见类型 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 著作怪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 是两者满足其一就可以了 第一个 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得出财务报告整体存在重大错报 这个重大不重大 跟谁去比 跟我们财务报告整体的壮性水平去比 再往下说一句 我这财务报告整体的壮性水平 有可能并不是我最初制定总体审计策略的财务报告整体的壮性水平 我可能已经在不断的进行修正了 再往下说一句 您识别出的错报有200个 您能马上就把这200个错报直接给人家出一个非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吗 不能 中国有机错改了就是好孩子 识别出200个错报先给人机会让人改 是所有的错报我都会让被审计代位改吗 不会 我作为高大上的著作怪计师 我制定出一个明显微小错报临解值 还记得不记得是财务报告整体重要性 通常是3%到5%可以高一些 通常不超过10% 最低可以是0 那么将来我以明显微小错报临解值作为一个筛子 如果我筛出20个错报 低于明显微小错报临解值 我高大上的著作怪计师 我自己都瞧不起的错报 我会让被审计代位去改吗 不会 另外剩下的180个错 我就会让你被审计代位去改 如果你只改了170个 还有10个错报 没改是不是就形成我们所说的未更正什么错报 将来从定量的角度去说 我就是拿未更正错报单独或会组 去跟你修订后的财务报 整体重要性水平去比 如果单个超过了 那肯定是重大错报 单个没超过 汇总超过的 是不是也可能构成重大错报 另外我善意的提醒一下 我们这儿所说的未更正错报 单独和汇总 是不是超过了财务报 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除了考虑定量 我们还要考虑定性 比如说错报的性质 错报发生的特定环境等等 一定是定性加定量去考虑 别错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 什么叫错报 不论你财务报告中 劣势的基因额分类劣报 跟适应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规定的基因额分类劣报 任何一方面有差异 我们是不是就叫错报 当错报达到重大这个级别的时候 从定量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跟财务报本整体的壮性水平去比 有可能我还会运用到特定类别的壮性 只要达到重大错报 我就不可能出无保留意见的报告 那是这三种意见类型随便挑 不可能 后边有规矩 第二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议证据 该查的我查不了 这叫审议范围受到限制 我不能得出财务报本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一个是我查完了存在重大错报 一个是我没办法查 我不能知道它是不是存在重大错报 这两种情况满足任何一个 有没有发现它一直强调重大错报 有没有发现它一直强调重大错报 对 所以满足这俩条件之一 我们可能说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情形不同 原因不同 最后出具意见类型 肯定是有所不同的 在这说一下 尤其是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议证据 该查的我查不了 该问的我问不了 您注意 是每一条路都走不通 我才能叫审议范围受到限制 如果我住的外计师 能够通过实施期待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议证据 则无法实施特定的程序 并不构成对审议范围的限制 我经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条路走不通 如果下一条路能走通 你就不叫审议范围受到限制 别错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那么下边我们看一些举例 我说了 仅仅是举例 让您看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第一种情形 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来源 如果您存在重大错报 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出 非无保留意见报告 比如说 你选择的会计政策的 恰当性出问题了 假如说 当存在下列情形时 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第一个选择的会计政策与适用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不一致 我们现在从获发出的计价方法 它不能用后进先出发 这是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您明明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你依然给我选用了后进先出发 这个可能是错报 这是真的错报 但是是不是重大 我是不是要进一步往下判断 没错 是这个意思 第二 财务报表没有正确描述与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和现金流量表中重大项目相关的会计政策 选错了 是有错 选对了 但是没有描述 或者没有充分描述 没有恰当描述 也是错 第三 财务报表没有按照公军反应的方式 列报交易和事项 第四 如果被审计来被变更了重大会计政策 且没有遵守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提出的要求 会计政策的变更可能是法庭变更 可能是自愿变更 如果您变更的不对 不也是错吗 这是我们所谓的重大错报的第一方面来源 第二 除了对会计政策的选择 我们还有对所选择的会计政策的运用 比如说出现下列情况时 财务报表可能存在中大错报 用备吗 不用 比如说管理层没有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要求 一贯运用所选择的会计政策 具体包括管理层未在不同的会计期间 对相似的交易事项一贯运用所选择的会计政策 您如果随意的变更会计政策 这叫滥用会计政策变更 包括第二个不当运用所选择的会计政策 这些都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还有第三方面是财务报表披露的恰当性和充分性 他也给您举了一些例子 当出现下列情形时 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比如说财务报表没有包括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要求的所有披露 我们就以或有实相为例 或有实相是不是坏事达到很可能 现实义务金额能可靠计量 我们要做分路 好事我们是不是达到基本确定要做分路 也就是确认和计量各往先降一倒 坏事达到可能披露 好事达到很可能披露 再往下连披露都不用披露 该披露而未披露 该披露而披露不充分 做的不恰当 我们都要有错 第二财务报表的披露 没有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列报 包括第三个财务报表没有做出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特定要求之外的其他必要的披露 以实现供应反应 您当时编报表的是我就对您有两方面要求合法性公平性 而您现在没有做到公平性 这不就是有错吗 用背吗 不用 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种情形 存在重大挫暴 而且我们教材立举了哪些情形可能存在重大挫暴 您能知道就行了 第二个能导致我出去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 还可能是因为我住的管理师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换个词 不就是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吗 他也举了三种情形 仅仅是举例不用背 比如说第一个 超出背审计代位控制的情形 我背审计代位想让你查 我想让你查的透透的 玩的命的长 但是我背审计代位的会计记录已经被毁损 自然灾害 大火烧没了 洪水冲跑了 或者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记录已被政府有关机构 无限期的查封 您是不是最终也查不了 也问不了 对 这叫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 与住的管理师工作的性质或时间安排相关的情形 比如说被审计代位需要使用权益法对联营企业进行核算 是不是对方所有的权益的变动会影响我长期股权投资 但我无法获取有关联营企业财务信息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评价是否恰当运用了权益法 这不就叫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吗 再比如说 诸多管理师接受审计委托的时间安排 使诸多管理师无法实施存活键盘 再比如说 诸多管理师确定仅实施实质性腾讯是不充分的 那是不是这一时我一定要做控制测试 我是不是跟您说过 用有软件这个道理 但是被审计代位的控制是无效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要范围受到限制 还有我要细问您第一种 第二种是不是我们客观原因受到的限制 没错 当然审计范围受到限制还可能是管理层 它主观对您的审计范围施加限制 我不管是客观和主观的 英雄不问处处 只要我的范围受限达到一定级别 我就不可能出无法留意见报告 比如说管理层阻止诸多管理师实施存活间盘 或者是管理层阻止诸多管理师对特定账户余额实施寒证 这些仅仅是举例 只要您记住该查的我查不了 该问的我问不了 就将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这些举例不用备 那么考虑三存在不确定性的处理原则 这是啥意思您听好了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跟事项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 这可是两个概念 有区别的 能举个例子可以 比如说我有一项未决诉讼 法院还没有判决 这在我们会计准则当中 是不是叫或有事项 对 但是我满足了现实义务 很可能金额能可靠计量 我是不是就应该是确认预计复战 待预计复战 借方式营业外支出 您当时的营业外支出 您是不是应该考虑 您是否存在一个连续的范围 并且这个范围内各种结果的 可能想象到 如果是 我是不是上线加下线除以二 如果不是 按照最可能发展的金额来几零 如果有概率的概率加薪平均 市场说的话 那么大家想一想 假如说 我问你 我营业外支出一百 预计复债一百 这一百 您是不是每期明约告诉我 是叫预计复债的最佳估计数 这话您承认吧 你敢不敢说法院判决的诗 一定是一百万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我不敢 是不是从本质上来说 事项本身还具有不确定性 对 但是他算不算 我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人家或有事项就在这摆着呢 人家所有的信息都在这摆着呢 您该查什么 查什么 该问什么 问什么 这只是事项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 他不能叫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他不能叫范围受限 我说清楚了吗 标题三要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看几句话 财务报表中的某些项目涉及的事项 未来结果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并且著作怪计师在执行审计时 可能还不能获取有关这些事项 未来最终结果的结论性证据 但他不一定叫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所以我在这先给您存在一个结论 存在不确定性并不必然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该查的我让您查了 该问的我让您问了 您只是事项本身可能具有不确定性 比如说存在不确定性的事项 可能包括应收款项的换项准备 您再给我用预期性损失法 您的预期性损失不也是个预期值吗 包括存货的跌价准备 你成本金额是确定的 你的可便先净值 不是用估计的售价钱 估计的相关税费减加工成本吗 这不都是预计值吗 包括产品质量保证准备 今不是概率加均平均 您的概率能敢说百分之百吗 不敢 包括提供担保的连带偿还责任 包括尚未判决生下的诉讼和仲裁 事项本身存在不确定性 跟范围受限 是俩概念 给我区分开就可以了 括号三 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标题二 非不保留意见的类型 括号一 叫审计意见的决策 我们教材表诗就刚一 这张表相当于是您驾驶车辆的交规 您必须给我背起来 我们考审计意见类型的判断 所有所有的意见判断 都是从这张表上出发 您听好了 我们将来之所以出这三种 非常非常特殊的报告类型 保留 否定 无法表示 是两个原因满足任何一个 第一个 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重大重大错报 我为啥说了三遍 很简单 我从定向的角度考虑 我从定量的角度考虑 我都判定它是重大错报 如果我报表中有错 它不是重大错报 比如说我识别出的200个错报 有20个低于明显微小错报 临解值 我根本没让背诊 你才会改 这20个错报 是不是还是含在我财务报表中的 对 你能说它是重大错报吗 诸多怪奇吃都瞧不起的 肯定不是重大错报 但是我曹行平与仍然出个优 我仍然给他出无保留意见报告 只要你报表当中没有重大错报 那现在不一样 我的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 那么分成两种 如果你存在重大错报 但不具有广泛性 我们出保留意见的神迹报告 如果是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我们出否定一件类型报告 先不说这个广泛性 是不是有错 只能出保留和否定 没错 不能出第三种 有错 只能出保留和否定 什么是出保留 不具有广泛性 什么时候出否定 具有广泛性 如果你连重大都不重大 我可能出的是无保留 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 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范围受限 如果达到重大级别 我出保留 如果具有广泛性 我出无法表示意见 慢点 是不是审计范围受限 只能是保留和无法表示意见 否定意见 永远跟范围受限 无缘 没错 您先要给我记住 有错 出保留和否定 范围受限 出保留 或无法表示意见 只不过 我不管你存在重大错报 还是范围受限 不具有广泛性的 都是保留 具有广泛性的 存在重大错报 是否定意见 范围受限 具有广泛性的 是无法表示意见 重大会影响我们意见 类型 广泛性也会影响 我们的意见类型 我们后边就把这两方面 分别来说 什么叫重大 什么叫具有广泛性 那么如果您说 我是不重大的错报 您还说我这个错报 具有广泛性 谁信呀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从重大开始 我们才除非无保留意见的报告 别错了 往后把这一张表 您就是类吐鞋 要给我背心 背来高大胜的猪头怪计师 审计意见的决策表 您要背不下来 您说您审计报告第十九章 学的很好 假的 不可能 我们往下看 括号 猪头怪计师对相关事项的影响 是不是就考虑两个方面 第一个重大性 第二个就是广泛性的判断 均会影响审计意见的类型 如果你本身不具有重大性 那么也谈不上什么广泛性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我有可能出的是无保留意见报告 没错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 影响的重大性 你存在重大错报 我们要谈重大性 范围受限 我们也要谈重大性 所以基本原则是 猪头怪计师需要从定量和定性 两个方面考虑 错报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或者是未发现的错报 对财务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否重大 为啥说考虑错报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我已经识别出错报了 我考虑错报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第二个为啥说未发现的错报对财务报告可能产生影响 我范围受限了 我该查的查不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错报 但是我感觉可能存在错报 我就要考虑对财务报告的影响是否重大 咱们具体来说 先说定量 定量的标准通常是 柱子怪计师确定的财务报告整体的重要性 有必要的情况下 我可能用到特定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的重要性 为啥这写了三个字 如是用 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第一可有可无 第二一个和多个 第三低于财务报告整体重要性 所以 如果你从定量的角度 你超过了财务报告整体的重要性 或者超过了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我可能就把你认为影响具有重大性 比如说您是错报 我可能就认为您存在重大错报 就这意思 而另外一个方面 定性 我定性考虑错报是否重大 柱子怪计师需要运用判断 评估错报的性质是否严重 是否会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角色 就跟我们讲第十八章的时候 我可能就要考虑是否影响实现盈利预期 或达到监管要求 是否影响盈亏的状况 或者是否有舞弊导致的 所以我们考试时 我说几点 一定要注意 分类错报那 这也一样实用 如果你的错报 表面来看 你可能没超过财务报告整体的重要性 或者没超过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但是你影响了随意变化的趋势 你影响了你是否达到监管要求结论的判断 我们可能也认为它是重大的 甚至你可能金额不大 但是性质严重是由舞弊造成的 我们可能也认为它是影响重大的 我就至少会出一个保留意见 我前面不是跟大家举个一个例子吗 他在讲综合题时 他说我少提了企业所得税400万 低于我财务报告整体照性800万 于是我认为是不重大的错报 于是我怎么怎么着 不对 我还要考虑您这种少计题错报产生的性质是什么 既要定量的考虑又要定性的考虑 我始终在强调这两个方面 我说清楚了吧 好 这是我们影响的重大性 定性加定量 第二影响的广泛性 根据我诸多观计师的判断 我对财务报本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 我们常见的是这么三种情形 调材去年2022年在这增加了举例 非常好 第一个 不限于对财务报本特定要素 账户项目产生影响 记住了 就是我经常所说的数量多 就是我影响好多个报本项目 每一个哪怕金额不大 范围面太广了 这叫具有广泛性 比如说我审计中发现多项重大错报 哪怕每一个错报都没有超过财务报本整体壮性水平 我有可能认为它具有广泛性 第二个 比如说我把本该纳入合并范围的某一个子公司 我把它排除在合并范围之外 那这子公司是不是有好多个报本项目 对 我并没有纳入合并范围 导致我合并财务报本的好多个项目出错 这不就是数量多吗 还有无法审计重要的子公司 而影响合并财务报本的多个报本项目 还有 比如说住的会计师由于制造业企业 与存货相关的会计记录和物流记录不完整不准确 无法就期末和期出存货余额 以及当期的存货增减变动情况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多个项目 能举个例子 可以啊 比如说你的存货会影响应收账款 你的存货可能影响银行存款 你的存货耗用了可能影响生产成本呀 原材料呀 这些对应的存货 你的存货如果卖了会影响营业成本 当影响多个报表项目 我们就认为它具有广泛性 这句头话又会说 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项目产生影响 将来数量多就有两个字 多个看您这个判定它具有广泛性 还有一个就是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出错了 肯定是具有广泛性的 因为只要有一个子公司没有纳住合并范围 或者说不应该纳住合并范围的 我把它纳住了合并范围 一定导致合并财务报表的多个项目出错 这就叫具有广泛性 我说清楚了吧 好 第二个我经常说它是什么呢 我经常说它是比例大 或者叫性质严重 我虽然紧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 账户项目产生影响 但这些要素账户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比如说给您举个例子 如果我存货 假如说八千万 我占资产的比重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存货这个报表项目所占的比重较大 对 我一无法实施存货键盘 二我无法实施存货相应的含证 我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叫比例大 这叫具有广泛性 数量多 影响多个项目 叫具有广泛性 比例大影响一两个项目 但是比例大也叫具有广泛性 还有第二个 无根据的计题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导致盈利转为亏损 你明明盈利八千万 你提了一个亿的资产减值导致盈利转亏损 就是这样的内容 因为比例太大了 我们也叫具有广泛性 第三个 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本使用者理解 财务报本至关重要 该披露的您没披露 该披露的您披露的不充分 该披露的您披露的不恰当 都有可能影响财务报本使用者理解财务报本至关重要 举个例子 被审计单位当年盈利五千万 如果我看见这份报表 您是不是作为前代投资者 您可能就投资就成为股东了 但是我告诉你 被审计单位一场大火 把所有资产烧的片马不留 外债五个亿 您还投资吗 不投资了 这不就是跟披露相关 而且影响财务报表的判断至关重要 这时候我们认为它也具有广盘性 第二个 遗漏于重大不确定性相关的必要披露 我们也认为它具有广盘性 所以我到这儿再给您总结陈述一下 影响的重大性 既要从定量的角度去判断 又要从定性的角度去判断 你发现了错报 或者你没有发现错报 你预计对财务报表影响 如果定量的标志超过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超过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我们可能认为它影响具有重大性 或者从定性的角度考虑来讲 你影响了随意变化的趣事 你影响了是否达到金管要求的结论 这些你是不是错报是由舞弊造成的 都可能影响我对你重大性的判断 而广泛性就三句话 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特定要素项目产生影响 也就是影响的个数多 比如说和平范围出错了 还有我们所说的 你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项目产生影响 但这些要素账户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比例大也较具有广泛性 或跟披露相关影响财务报表属者 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也较具有广泛性 没了 这就是广泛性的判断 在这儿再说几句话 这个相关说明反而更重要 不是所有错报超过重要性水平 都会导致出去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你还记得不记得分类错报 没错 比如说我明明是应付债券五千万 我把它写在了长期借款五千万 第一 它并没有影响关键财务指标的计算 都是非流动负债 第二 它并没有影响随意变化的趋势 可能此时你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只有100万 它远远超过你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不一定出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我甚至可能给它出无保留意见的报告 因为它是分类错报 第二 如果认为有必要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否定意见 否定意见想象是什么 存在重大错报重大企业广泛或无法表示意见 是范围受限重大企业广泛 这两种都是具有广泛性 达到这个级别 那么著头外计师不应在同一审计报告中 对按照相同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编制的单一财务报表 或者财务报表特定要素账户项目发表 无保留意见 第二句话如果我是你 我背不起来也要能说个七七八八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您明确的告诉我 这人太寒碜了 直接给人发表一个否定意见的报告 最后您在报告里边浓墨重彩的说一笔 这人鼻子挺好看的 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您都给人家一棒子打死了 你有单独的说这人鼻子挺好看的 不可能 所以你对整体的财务报表发表了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已经达到具有广泛性的级别 你就不可能对单一报表 你就不可能对特定要素账户项目再发表无保留意见 别错了就可以 这很重要 这非常重要 这特别重要 看完这个内容 看2014年多选题 下来各项错报中通常对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的有 人家说错报中 是不是数量多叫具有广泛性 是不是比例大叫具有广泛性 是不是披露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做出决策至关重要 叫具有广泛性 我们看一下 被审计代表没有披露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有人说这是披露 人家没有披露影响你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至关重要 好像不是 第二 系统 尤其是信息系统缺陷 导致应收账户从获多个多个多个 财务报表存在错报 这一较数量多 不限于特定的项目账户项目产生影响 第三个 被审计代表没有将年内收购的一家重要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你合并财务报表的多个项目都会出错 其实还是多个 第四 被审计代表没有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悉原则进行存货的计量 这个肯定不具有广泛性 它顶多影响存货的哪个认定 准确性 顿号 计价和分摊 所以具有广泛性的这道题是选项 BC 没了 标题三 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我们前边曾经讲了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 那是无保留意见 我也已经行行点点的给大家说了 如果你是这三种非常特色的审计报告 有一些内容是需要改变的 比如说形成非无保留意见的基础 这部分有七点内容 我们要注意点 是不是你前边是所谓的审计见 后边就是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 前边是果 后边是因 如果你出去的是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您这个因就会有所变化 先看第一个 审计报告格式和内容的一致性 我为什么要关注到 这就是有助于提高使用者的理解和识别 存在的异常情况 比如说 我真的出了这三种非无保留意见的报告 其实我要修改标题 我的标题 无保留意见叫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那么后三种就是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标题的修改 其实你前边的闪计意见就变成了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没了 所以这四种类型 不论哪个都有 而且你要说明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你为什么出了保留意见 为什么出了否定意见 实际上我们意见段前边本来应该是审计意见 这是括号一 括号二是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 这个一定要一致 你前边如果写审计意见 这就说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保留意见 这就说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依次类推 四种意见全都有 括号一变了 括号一定要跟着变 在这我想说一下描述方法 具体说一下 当我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 存在重大错报 您糊涂 保留意见有可能是存在重大错报 有可能是范围受限 只要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我是不是都可以出保留意见 对 但是否定意见 一定是存在重大错报 且具有广泛性 我才出否定意见 我诸多怪奇 是应当修改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 相应的描述 当时这个描述不一共四句 第四句话我跟大家说过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 是充分适当的 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为发表否定意见提供基础 但是无法表示意见特殊 特殊 特殊 它不是这么描述的 所以在这看一下 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时 我诸多怪奇 是应当修改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基础部分的描述 我不应提及审计报告中 于描述 诸多怪奇是责任的部分 为啥呀 你想象无法表示意见时 范围受限 重大企业具有可观性 我几乎等于该查的都没查 该问的都没问 我诸多怪奇是有啥责任 所以也不应该说明 诸多怪奇是是否已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这句话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后边有举例 我单独跟你说 这就是我们修改标题 描述方法 第一个我就说到这 第二个 我们要量化财务影响 如果财务爆本 存在于具体金额 或者包括定量披露 相关的重大错误 您不要胡伦存脑的 给我去说 诸多怪奇是应当在形成 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 说明并量化该错报的财务影响 比如说 我少计题了当期所得税 多少钱 你就说 对所得税费用有多少多少钱的影响 对营交税费 营交所得税有多少多少钱的影响 对盈余公金有多少多少钱影响 尽量给我量化财务影响 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真的无法量化财务影响 也要在这一部分说明这一情况 告诉人家的委屈 你为什么无法量化 第三个 存在于定性披露相关的重大错误 是不是我应该在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 解释这个错报错在哪里 人家都说了是定性披露 就是它本身能量化的 你量化财务影响 它量化不了的 你只能定性的去说 这是第三点 第四个存在于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相关的重大错误 这是谁呀 被审议大卫 你应该披露而没有披露 本来就有错 我住的外界是首先跟你治理层讨论 因为管理层扁保表 他该披露的信息没披露 我当然向你父母太上皇治理层去告状 而且我要描述此信息的性质 如果可行并且以针对未披露信息 获取了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我要包含对未披露信息的披露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存在下令情形之一的 在形成某某意见的基础部分 披露遗漏的信息是不可行的 那就是无法披露 无法披露咋着 那我就不披露呗 管理层还没有做出这些披露 或者管理层已做出 但著途怪奇师不易获取这些披露 那我就不披露 第二根据著途怪奇师的判断 在审计报告中 披露该事项过于庞杂 我可能也不披露 这是第四个 第五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你一定要在意见的基础部分说明 无法获取审计证据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我接受业务委托的时间之后 比如说管理层主动的 给我对我施加限制 这些 第六披露其他事项 这个在后边补充内容一我和单说 第七个 对形成非无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可理解性的考虑 比如说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我要保证它的可理解性没问题 如果有 那么我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这个在补充内容二 我会给大家说 那么在这说一下 补充内容一我要说的是不得进行选择性的说明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法院判决的事 是不是通常都会这么说 犯罪嫌疑人某某某犯杀人罪怎么着 抢劫罪怎么着 偷盗罪怎么着 输罪并罚判处什么什么 没错 每一个罪责都要说 您不能说因为这个罪责不重要 对杀人而言偷盗不重要 我只说杀人 不对 我们高端上的柱子管理是不得进行选择性说明 那么具体的情形 比如说存在重大错报 要单看这个错报 我应该出保留意见 单看那个错报 我出否定意见 你不能说我出否定意见了 我就不说导致保留意见这个事情 全都说 即使已发现的重大错报 具有广泛性 第一重大 第二具有广泛性 肯定是发表否定意见 诸德外计师仍然需要对其余 不涉及上述重大错报的财务报本项目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并完成审计工作 你千万别说 他已经否定意见类型的报告了 别的我都不查了 哪怕有保留意见 我也不说了 不对 挨个给我说 第二 即使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可能产生的影响 足以导致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重大并且具有广泛性 除非属于在可行时 解除业务约定的情形 诸德外计师仍然需要对审计范围 没有受到限制的方面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并完成审计工作 您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重大企业具有广泛性 哪怕有一点点的可能性 能再继续往前查一点 我也要查 而不能以 已经是无法表示意见报告 我就不查了 就这意思 所以处理原则是 诸德外计师应当在形成否定意见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 说明注意到的将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所有其他事项及其影响 哪怕没有达到否定无法表示意见级别 该说的我也都说不能进行选择性说明 我不止一次提示我这个点 那么补充内容二 就形成非无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的整体结构 我诸德外计师首当其中要考虑一件事 我是不是认为这部分具有可理解性的疑惑 如果有 我可以考虑采取下列措施 提高这一部分内容的可理解性 比如说措施 这一就是增加标题 如果非无保留意见涉及多个事项 我可以以解要概括方式对每一个事项 分别增加一个小包题 这有助于使用者更直观的了解 相关事项影响到的财务报本的具体领域 以及判定相关事项对财务报本整体的影响程度 就跟关键审计事项 我要加小标题一样的道理 第二个 我采取的措施是相关索引 如果非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在财务报本付诸中有相关披露内容 我要索引至相关财务报本付诸 有利于使用者了解这些事项的具体情况 第三个考虑描述 就形成某某非无保留意见基础部分中的 单个事项的描述而言 我柱头怪解释需要从对使用者决策有用性的角度考虑 如何恰当体现相关描述的恰当性和可理解性 所以形成非无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您就是要考虑它的可理解性 我允许你增加标题 允许你相关所以 允许你考虑相关描述的恰当性可理解性 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财务报本使用者理解的透透的 运用的透透的对他的决策不会产生误导 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一道简单题 ABC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假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 A著的会计师认为假公司管理层 在财务报表中运用持续精英假设不是的 您还死营派的用否定意见 并发现年末存货余额存在重大挫暴 他告诉你该挫暴对财务报表影响 重大但不具有管弯性 这是否定意见 这是重大但不具有管弯性 本来应该出保留意见 他说A著的怪计师 你就持续经营问题 对假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发表否定意见 但不再在审计报告中提及存货的重大挫暴 错错错 不得进行选择性说明 要求根据上述事项指出A著的外计师的做法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假要说明理由 肯定不恰当 你就答 即便发表否定意见 也应该在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说明 注意到的将导致发表非补保留意见的所有其他事项及其影响 或者你说即使发表否定意见 也应该在审计报告中提及其他将导致发表非补保留意见的其他事项及影响 他肯定也给你分 就是不得进行选择性说明 大罪小罪 我们都要进行说明 那么到这为止 我就把括号1给大家讲完了 因为这一讲的内容比较多 那这一讲我就先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